一段一张画 老怪甲老怪蚁的造型 没有没有 比较Q的 对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样给他们看这些 我先看 我觉得还行 乐嘉难看一点 这个有点问题 为什么他头上没有脚 我头上为什么要有两根脚 我的造型跟他差不多 这就说明你比我有攻击性 我人缘比你好 对吧 好了 这个问题不讨论了 我觉得很好 谢谢你 我会把他回去表起来 送给你 好 马诺 为什么短片回来之后 你灯灭了 因为看看那个 上期男嘉宾的基本质量 所以我决定再留留他 因为也不知道 下一个会是什么样 但是我刚才看他 使用cosplay 我实在有点接受不了 我个人啊 跟别人没关系 马一米 长得挺帅的 应该挺受女孩子欢迎 我想问你谈过多少个女朋友 七个 慢慢来吧 我初恋是在高一的时候 我觉得谈的有点太多了吧 这个会不会 你对于恋爱的定义 和我们对于恋爱的定义 有差别 因为我算这个的时候 就是牵了手就算 牵过手就算 那我一天也不准备了 我先解释一下你的界定 对 那你像不划算你知道吗 你像一想的 对啊 有的人的尺度很深的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 不到最后的事 人家都不算 都不承认 有的事完事 人家都不承认 因为那个 你摸过手 你就算你女朋友了 这孩子也太实诚了吧 不是 对吧 韦多利亚 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 我基本同意 她要是做美甲的 一天能缠好几个 那得看她生意好不好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么单纯的一个男生 牵过小手 就算谈过一次恋爱了 22岁才7个 这能算多吗 你觉得 你觉得她不多 那请问 我可以问一个 私人问题吗 像你个人 你问谁 像你问 我 对 跟我有关系吗 你的初恋是几岁呢 早知道你会这样问我 我就不多那事了 对吧 你看我为了帮你说句话 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 但是我还是得有责任的 对我不好意思 诚实地回答大家 小学四年级 你们一定有人比我早 没有 我四年级的时候 喜欢我妈一个女孩 我就觉得 她是我女朋友 当然人家不承认 她绝对不会承认的 我连手都没碰过 但是我心里 就这么认定了 也不需要她承认 对吧 那不是初恋 那单相思 我觉得就算 每个人的标准 你练过的 就确定关系 那个你帅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 你知道不知道 当你说出来说 你谈过7次以后 会出现的结果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我没去考虑 单纯 单纯 知道吗 没去考虑过 是你没有大脑 不经思考 还是你觉得台上的女孩 和你一样是非常真实的 并且愿意相信你 是什么原因 因为当时我只是 这么实事求是的 这么说 没去想太多东西 所以你觉得 你的真实和真诚 是可以感动别人的 对吧 对 我觉得像他这么帅的男孩 22岁 纸堂 如果纸堂 我一个女朋友的话 那才奇怪 多好 这是马诺 最近我听到最好的 说的最有水准的一句话 如果他说 我就 我从来没谈过 我们上一期节目 有个叫风风老师的 他从来都没谈过 那是比较罕见的情况 像他这样的 他要说他一次没谈过 就谈过一次 你们相信吗 对 你们说他不诚实 说他人品有问题 对吧 好 抓紧时间 我们看看 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我觉得你的问题出在最后的那几条要求上 我听到那个碰碰灭灯的时候 我估计觉得自己不够丰满的 都把她担心 你告诉我一下 告诉我们大家一下 为什么你的标准当中有这么一条 因为我比较喜欢唐文化 包括刚刚穿的那个衣服也是从唐文化中间抽取出来的 在这个尺度上没有可商量的吗 就是我不一定了 我只是说感觉这样 好 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够丰满 够F吗 够 然后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感觉 你可以骑着一匹白马 然后像一个将军一样 飞奔而来 然后接下来 往你那儿 往你那儿奔去是吧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你换好西装的感觉 又让我有一种你像漫画当中走出来的王子 让我 乐嘉老师 现在你可以给这六个女孩一点建议了 我刚刚在想用什么样的词来对你做一个定义会比较好 我觉得用孔雀男给你来做定义比较好 实际上乙帅是有强烈的 来去吸引别人目光的一些做法 但是他的做法相对来讲会比较高明一些 总而言之 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渴望吸引得到别人的注意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按照规则 你获得了我们栏目送出的600元的约会基金 下面要做的事情是 请你上去 在这六盏灯当中灭掉其中四盏 快点 选择 都有 没有 是不是 没有 这是 下石 在这边 中心 我们 我们 已经 好 16号 23号 处理 大家是不是应该记得 他一开始选定了一个心动女生 这么帅的到现在为止 这个得分率在第一轮当中 23盏灯最高纪录的帅哥 他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会是谁 看大屏 维国利亚 有请 好的 男生群里的第一项 是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当中 你可以选择一项继续了解 看大屏 我想问他那个 是否想要孩子 是否想要孩子 是不是生个小cosplay 是吧 我们来看看三位女生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哎 这个都比较接近啊 基本上都都想要 你觉得你有能力做一个父亲吗 你说哪个能力 我的能力是说 心理能力 心理能力 心心理 告诉他 能啊 你没有必要回答他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们三位 好 这三个答案我觉得 你应该很满意了 都是要孩子 要的那么坚定 还想要两个的 对 你下一项全力是 你还可以有一次机会 选择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向三位女生继续了解 就是 等咱以后 就是钱越赚越多吧 然后就两个人生活 不跟父母一起过 那 孩子我也不想请保姆 那我要你去当一个全职太太 你愿意吗 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 但是 我觉得我肯定 是要有自己的事业的 我觉得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 就是感兴趣的事情做 夏天席 自己的宝宝嘛 肯定是要自己带的啊 然后这样子让他从小教育他 我自己也比较放心 我不管怎么样 就是放下任何一切 我都会爱护他 照顾他 谢谢 好 三个女生回答完了 你最后的问题 到了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考虑一下 告诉我们最后的决定 夏天 请 恭喜你们 我爱你 是我的决定 我爱你